說到單身組有的一個人吃飯或是一個人買東西 想要快速消費或是說現代人忙的時間連吃飯時間都不夠 有正面店業者引進日本站著吃的歷史文化 打造只有15個座位的快閃店 從進去到吃完出來15分鐘都不到 黑人網路服飾業者也用快閃概念店 讓顧客的街頭就能夠試穿挑衣服 剛煮好的湯麵冬天吃熱呼呼 但站著吃在台灣可是頭一回 這還滿新奇的 以前都是去日本旅遊的時候 然後才有看到這樣歷史麵店 吃麵的話速速速就走了 引進日本的歷史文化 從煮麵到吃完15分鐘都不用 讓店家翻桌率加倍跳 只是台灣顧客接受度如何 業者先考只有15個座位 但每天消出250碗的快閃店試試水溫 請問這個可以試穿嗎 當然可以啊 我們這邊請 謝謝 台北另一頭新一區街上冒出服飾快閃店 原來是網路品牌想拓展新客群 百萬元打造零食店 空間大小才食品 但展示上百件衣褲 試穿搭配組合無上限 我們希望讓民眾對我們的品牌不畏懼 然後更親近他們 拉開車棚就能開店做生意 原本是網路團購最夯甜點 還在百貨公司設專櫃 可是老闆發現開著用小貨車打造的快閃店面 搭配試吃任選 更能親近顧客 銷售量至少翻倍 像這些快閃店吃了買了快閃 因為消費快速 就算少了朋友陪伴 一個人也可以很自在 快速與單身商機雙管齊下 記者李世堅 陸一 台北情報報導